最後來提一個有點奇怪的定理 這個定理是這樣的 矩陣或者線性映射 可以帶到一個多項式裡面 給一個定義 給一個定義 好 我們現在考慮一個多項式叫F 它是一個以K為係數的 以X為變數的多項式 可以嗎 這個符號誰讓大家記得 在我們很久以前 曾經講過這個符號對不對 這是以X為變數 以K為係數的多項式全平 可以嗎 好 然後呢 T呢是一個現金映射 好 這是給定的符號 好 給定的話 我給定一個多項式 給定一個現金映射 好 那我要說 假設這個多項式 它真的把它寫開是這個樣子 叫做A A A AM XM 加到AEX 加AE 好不好 假設真的講開係數寫的這個樣子 好 那我們要定義 我們可以把這個映射 套到多項式裡面 那你說它是什麼意思 沒有意思 我要定義它 我要規定它是什麼意思 好 我說我規定它 是很簡單的意思 怎麼定呢 比如說 套到這個地方要怎麼套 好 就是把這個映射合乘M次 可以嗎 以此類推 好 下一個項就是合乘M-1 那這個地方就是1倍的 然後這個地方是A0倍的單位映射 M 線性映射可以加 怎麼加 你要問說這套完之後 還是一個線性映射 你要告訴我怎麼帶向量進去 我說很簡單 你就把這個向量套進去 連套M次 再乘上AM 然後呢 這還有一點點 然後這個地方是直接把向量 這樣套到D裡面乘A1 這個地方是直接把那個向量 單位一直就不動 乘上A0倍 可以嗎 好 但類似的 非常非常類似的 我可以以套矩陣 假設A是一個N乘N矩陣 那我一樣可以套FA FA就規定乘 完全一樣的做法 就是AM A的A乘乘乘乘A 這有M的 然後A1A加上A0IN 可以嗎 就這樣 好 那這個口說無憑 我算個給大家看 好 只能讓大家有感覺說 這是在幹嘛 比如說呢 這個A矩陣如果是1234 然後呢 有一個多項式 它是3X平方加X1 好了 像這樣 斷寫 斷寫4好了 好 那什麼叫做FA FA就是3倍的1324乘上1324 加上1324減掉4400 就這樣 可以嗎 好 那你就把它展開嘛 就只能展開就算了 好 所以是3倍的715 對不對 加1324減掉4400 自己轉 好 就把它轉下去 可以嗎 就這樣而已 沒有什麼 好 就是什麼叫做把矩陣帶到一個 把一個方陣帶到一個多項式 什麼意思 沒有意思 就是你本來是四方 我就變成相乘 那長處相就是乘單位矩陣的意思 好 就這樣 好 那有這個之後 那線性映射也是類似的 因為線性映射可以寫的矩陣 這兩個是對應的關係 好 那我們現在來提一個重要的定義 我寫矩陣的版本 那線性映射的版本也是對應的 好 我兩個都寫好了 好 這個叫做A0的定義 A0 好像是這樣 這個我沒有忘了是A還是B 有可能要查一查 A0的6 好 這個定義是說什麼嗎 這個定義是這麼說的 敘述非常簡潔 好 假設現在有一個P 它是從B到B 這是一個線性映射 然後B是一個有線尾相當的空間 好 再給定這個 我們總是有以下這件事情 第一個 我們是不是會算出一個特等多項式 對不對 我們剛才說線性映射可以寫出一個矩陣 矩陣可以寫出一個多項式 好 寫出一個多項式 假設這個維度是N好 所以一個N次多項式 這個N次多項式把T帶進去對不對 就是 好 那如果說你不喜歡線性映射的原本 我寫一個矩陣的原本 好 假設你有一個N成本矩陣 我總是有 總是有這麼一回事 那它是什麼意思 它意思也非常簡單 好 我就示範一個給大家看 假設我現在拿1 2 3 4 好 假設A是這個 那特等多項式是什麼 特等多項式就是 λ平方-5λ加-2對不對 好 這樣 好 那要定理說什麼 那要定理說 你就把這個套進去一定會等 好 所以跟你保證 如果是1 3 2 4 乘上1 3 2 4 減掉5倍的1 3 2 4 再減掉2 2 0 0 肯定是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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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會知道 可以嗎 我說我不用算針之後會這樣 好 這個定理就是講這件事情 就是你先用它去做一個特等多項式 然後你就把它自己帶進去 本答案就是0 可以嗎 好 待會兒有機會我來講一下 這是為什麼 它有很多好處 有什麼好處呢 比方說它告訴你一件事 它告訴你什麼事 它說正當是0嘛 所以反正你只要算A乘A的時候 你就可以把它換成5倍的A加2 就只要代表0 A平方-5A-2I 要等於0 所以換句話說A平方就是5A加2I 所以你要換算L密室的時候 你不用真的平方 你只要算它自己的5倍加2倍 才不會轉正 那如果是有什麼好處呢 那A三方呢 A三方就是把它再乘A 所以就是5A平方加2A 可是A平方又可以寫成5A加2I 對不對 好 所以不管A的幾次方 你都可以一直用這個方法 讓它回到A的某個係數 某個倍數 加上單位矩陣的某個倍數 可以嗎 所以它在算矩陣的高階密次的時候 會有一些幫助 那當然我這個是亂寫的 在一些更特殊的矩陣的時候的情況 這個規律會更明顯 所以以至於你可以算出來 做無限別次最後的趨勁的答案是多少 或是會有個通向 做到第一次會怎麼樣 好 那這個東西在 比如說你們解一件什麼地回關係式的時候 有時候會用到類似的想法 只是可能不見得會寫成那個樣子 我只是告訴你說 它至少有這個用途 要讓它來講說別的用途 好 那回來想一下 這個為什麼是對的 好不好 我先講一個 這個看起來有點怪 有點錯 又不那麼錯的證明 好 什麼叫做11a 你想一下 11a的哪就是 還記得嗎 定義 定義是某個東西的行列式嘛 誰的行列式 那你們還要減a 好 好 行列式 好 那我就說 嗯 那我把a套進去對不對 a套進去 那就是lamb套a a乘i-a就是0 對吧 a乘i-a就是0 所以行列式就是0 所以應該算出來是0啊 對吧 這算出來應該應該是0 這對嘛 當然不太對啊 因為我這樣算完是一個多降式 我把a套進去之後是一個矩陣嘛 可是我說我把a套到這邊來算 算出來是0這個數字 所以看起來好像不太對 但是你又覺得好像有某種道理 好 但你套了它又有某種道理 所以它這個所謂不太對 但是有某種道理 那道理是對還是不對 如果我們用更多的高等數學 用不同的觀點來看它 剛才那個證明是對的 但是因為你還沒有學那些東西 對不對 我們可能這樣看還是不那麼對 好 所以待會我會來談一下 為什麼你把這個展開以後 因為你看我們剛才算是 先把它展開以後帶進去 對不對 我們來問的問題是 展開以後帶進去 為什麼會等給你 可以嗎 但至少剛才那個想法 會讓你有一點相信 帶進去應該要等給你 對吧 只是你帶進去再算堂列式 跟你先算堂列式再帶進去 這兩個事情是一樣的嗎 你會覺得好像也不那麼一樣 但是它很不一樣嗎 好像也不見得那麼不一樣 那到底不一樣在哪裡 又或者是說一樣在哪裡 怎麼看這件事情 可以嗎 Kaley Hemel 等定理 他有很多種證明的方式 那比較正規的 現代素課程裡面 通常會要再介紹一些其他的觀念 然後運用那些其他觀念來證明 那當然有很多好處 因為你要學習其他觀念 不會只學這些東西 不過這個地方我們想要比較簡短的來說 它為什麼是對的 所以我們就採用一個比較簡短的方式 那我希望把它變成一個 這樣習體的東西 讓你自己回去 自己回去想一想 好 怎麼做呢 好 我們應該想的問題就是這樣 Kaley Hemel 定理想說 給了一個矩陣A 跟乘恩矩陣 我去算它的特徵多像式以後 然後把A套進去 上去要等於0 那你得先想這個特徵多像式要怎麼算 按照定義 特徵多像式就是這個矩陣的方式 可以嗎 那我們早上有學過 給了一個矩陣以後 算它的行列式 平常講一大堆 講到一個東西 都是伴隨矩陣 對不對 就給了一個矩陣以後 它有一個伴隨矩陣 那個伴隨矩陣怎麼做的 就是把你原本的矩陣的地 某個位置開掉以後 剩下的地方去算那個行列式 然後加一個正固號 叫它的伴隨矩陣 那原本這個矩陣A 跟它的伴隨矩陣乘在一起 會變什麼 A乘AQ 會變什麼 對 對角矩陣 對角矩陣上面 對角線上是什麼 A的行列式 好 我們現在要把A帶到特徵多像式裡面 所以我們要想一想 特徵多像式是什麼 特徵多像式是這個矩陣的行列式 所以我們就自動想到矩陣的行列式 我們早上學過伴隨矩陣 好 那我們怎麼做呢 我們就選這個矩陣-A 它的伴隨矩陣 乘上這個矩陣子幾 好 那早上我讓大家自己回去想一件事 就是這兩個 早上我們是說它乘上伴隨矩陣 會得到一個矩陣 那個矩陣的對角線上就是它的行列式 好 我們早上這時候這兩難道 我後來常會這樣 但是我說請你回去自己想一想 我這樣想也可以 順序換了 答案還是動一個 想一想 為什麼 如果你相信這是對的 那你再想到一件事 這裡面所有的分量 那些每一個位置 全部都是爛爛的多像式 為什麼呢 它當然是爛爛的多像式 因為它的長相就是爛爛減A11對不對 後面還有附圍A21什麼的 長這樣 所以每個位置都是爛爛的一次多像式 或是零次多像式 那它呢 它也是 因為它的每個分量 就是把它砍掉某個位置 剩下的那個行列式做出來的結果 所以它也是一個爛爛的多像式 好 那只要是爛爛的多像式 我們都可以把它按照爛爛的次方做降密排併 所以我們就把它降密排列 我們假設這個東西 它叫做B等N-1λn-1 它的最高次方一定是λn-1次 這很容易看得出來 因為你從它的語音值的作法可以看得出來 你砍掉位置之後 剩下的那個矩陣裡面 乘出來最大的λn-1就是λn-1 好 可以寫這樣 可以嗎 這是B1不是他 好 所以這個話底線的東西 寫成這個樣子 那右邊那個人是什麼呢 右邊這個人 它每個都是一個多像式 這個就是CAλ對不對 所以如果我把CAλ寫出來 叫做λn加上Cn-1的λn-1 加Cn-2的λn-2加點點 加到C2λ平方C1λ加C0 假設我這樣寫 那右邊這個矩陣是什麼 它就是每個位置都擺這些 所以它是λn乘上單位矩陣 再加上這地方是Cn-1 Cn-1乘上這個對不對 一直到C1 那最後是C0 寫出來是這個樣子 可以嗎 所以我們會說 這裡其實就是Cn-1乘In 這是C1乘In 這個是C0乘In 好 就只是這樣而已 好 那兩邊整個乘開 乘開去比較λn的係數 應該要一樣 因為每個分量去比較 都縮降式啊 相等的話 將來的係數還比較好 所以一開始比較 那怎麼比較呢 你就看左邊的λn次方的係數 還有λn-1次的係數 λn-2次的係數 一直到λ平方λn-1 把係數寫出來 左邊的係數是什麼呢 λn-1次方的係數 很簡單 就是λn-1乘I 所以就是λn-1 那第二個 λn-1次的係數呢 就是 就是誰呢 λn-2 減掉λn-1A 對不對 那再來λn-2呢 就是λn-3 減掉λn-2A 以此類推 可以嗎 一直到這裡 這個是 v1-2A 這個是 v0-2A 這個地方是-v0A 可以嗎 如果你做比較的話 這個是左邊 左邊的係數 那右邊的係數呢 右邊的係數就很簡單 右邊的係數就是 好 iN 這個是 cN-1 iN cN-2 iN 點點點 c2 iN c1 iN c0 iN 就這樣 好 所以一比之下 兩邊應該要相等 所以應該相等 相等 相等 大家都相等 可以嗎 應該要相等 好 那相等之後就告訴我們很多訊息 告訴我們什麼訊息呢 我們現在要做的事情是要把 cA裡面帶了A進去 那按照我們前面的說法 這個是什麼 這個就應該是A的N次方 加上CN-1的A的N-1 加CN-2的A的N-2 加 加到C2A2 C1A1加C0i 他應該是這樣 按照第一 就帶進去了 可是呢 ANR不在話下 就寫著CN-1 可以寫成CN-1 i AN-1 那CN-2可以寫 CN-2 iN AN-2 然後C2 iN A2 C1 iN A1 C0 iN 對吧 可以這樣寫 好 然後你就說 誒 剛才我們已經看到了 這個東西就可以寫成 這個對不對 BN-2-BN-A 好 乘A N-1 然後這個呢 可以寫成 BN-3 減掉BN-2 A 乘上 A的N-2 好 就到這裡 這個是什麼 這是B1 減掉B2 A 乘上A2 然後呢 他是B0 減掉B1 A 乘上A 最後是 負的B0A 乘上I 可以嗎 就這樣 然後呢 你再觀察到 第一個 BN-1就是單位舉證 所以其實這個 真的是單位舉證 你看 AN減掉 KN 就是兩個消掉 對不對 然後BN-2 AN-1 配上這邊的 BN-2 AN-1 又負號就消掉 所以兩兩消 消消消消消到 這裡 這裡 這裡已經消掉了 所以是不是0 可以嗎 這是一個比較初等的證法 就是你不需要變換太多角度來看這個問題 的話 可以看出這件事 但是呢 人生為什麼會知道這個事情是對的 可能不是這樣看的 我不是很確定是不是這樣看的 有很多種看法可以看出這個定義是對的 那我說我們至少可以用這個方法 看出它是對的 這叫做KANY-AML的定義 那你要注意到它其實沒有那麼顯然 對不對 除了一開始那個很怪的解釋 把它一套進去 那個解釋之外 其實沒有那麼顯然 因為這個矩陣做行列式以後 就變成一個多項式 然後你是做成多項式以後 再把A套進去每個位置 再展開做矩陣乘法 有什麼理由應該又是0了 因為剛才這個證明告訴你是0 因為你比較係數的結果 就看出它應該是0 好 那關於這個特成多項式 我們暫時先講到這個